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讲点文法 没有什么文章要分享 那这个也是回应网友 尤其是Stanley他说的 就是ing啊pp啊 这些到底怎么分 我有印象好像做过 可是 我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做过又怎么样了 因为很多同学会 你要我 你要我回去看一个人 做的三个月前 一年前的影片 我可能也会觉得 这不行啊 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我们就再做一次 无所谓 反正这种东西 重复重复的接触 你慢慢就是会越来越熟就是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ing跟这个 在动词后面 加ing 或者动词后面把它变成ed ed是个笼统的说法 有时候什么去外加ied那些的 这就不管 但总之这样的变化 它的分别是什么 OK 先开中的名义说一下下 一个动词加vng的变成这个形状之后 我们要先确保 确定大家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它绝不可能是句子的动词了 绝不可能是动词了 所以像例如说 我写个句子 I running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 你可能可以理解为是 我跑到了便利商店去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这不是英文句子 因为里面没有动词 你知道它 running不是动词吗 No 我刚才说的 v动词加ing 绝不可能当成动词来使用了 我可以把这句话 然后重复词词给你听 ing绝不可能是动词 绝对不可能是动词 没有这种英文 OK 所以当你要抓主式动词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往他身上去下手 你要是往他身上去下手 表示你英文就烂了 OK 所以不要去认为 ving有动词的可能性 zero possibility OK We get that established 它既然不是动词 它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你就要问 它有可能是两个东西中的 其中一个 在有些文法分析中 你甚至很难去说 它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有的人认为 在有些情况下 两个都是 我们先不讲那么多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就讲它个别的可能 而且我们尽量讲它 很明确的是 其中一个的 的一些例子就好了 好 所以第一个它会是动名词 所以顾名思义它是名词 只是它是动词变成的 所以它的功能 其实是名词 在几乎所有名词出现的地方 它都可以出现 可是这也有例外 again 例外我们不说 因为我们只讲大概的规则先 好 所以again 动词出现的地方 它多半都能够 跟它取代掉 我喜欢吃苹果 I like apples 没问题 我喜欢跑步 I like running I like jogging 都有加ing 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是名词 下一个我们叫它 现在分词 而现在分词 其实说穿的就是形容词 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这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 你不要跟我说 有了老师说什么其他的看法 不要想那么多 我甚至会觉得连助动词的教学 我们都不用讲那么复杂 因为我自己看过一些 助动词 就你知道就 will like can shall may 以及他们的过去是 would could should跟might这一些 或者do跟does 跟过去是did 对我来说这些就助动词 或者你加个must 加个ne加个dare 这几个就助动词 但是根据一些其他的那种 比较详尽的文法整理 助动词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其他的那些分类 就是被分类成助动词的东西 我有其他种分类方式 因为我在一些内容里面 甚至看到连b动词都被理解为助动词 如果b动词理解为助动词的话 那真的是灾难 你知道吗 好我先不抱怨这个 总之我们用 你听我的 我跟你讲 你的英文可以学得很好 ok 你英文可以学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的英文 都是用我自己整理出来 这些规则来去推出来的 ok 那我的英文不好吗 no 我觉得文文很好 干 好anyway 现在分词 就是形容词 那它有个特性 就是它是主动的 ok 主动的 形容词 主动的 形容词 主动的 好 所以 ving 这两个可能性 接下来 vpp 我们就写叫pp好了 pp stand for past participle 那 past participle 其实就是现在分词了 所以 again 所以这边是过 我刚讲的现在 过去分词 ok 那同样的 它跟楼上一样 它也是形容词 那它的特性是被动 ok 那第一个呢 我刚留着 我这边空着有没有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它其实也可以当成代名词 所以同样的 它也是名词 ok 也可以当成名词来使用 那它是代名词 那我这里会不会也把这句抄过来 就绝不可能是动词 没有错 可是很不幸的是 好 我也再强调一下 它也绝不可能是动词 怎么变成这一个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单元的 那一个字 好来 它也绝不可能是动词 可是 人生最讨厌就是这个but 这个可是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 一个动词的过去式 跟它的过去分词 长得一模一样 ok 长得一模一样 例如说 我跟你讲说 我今天下午再弹钢琴好了 so I played the piano in the afternoon 我下午弹钢琴 这个play是动词 是过去式 那play的 过去分词 长得也是一样 所以play的可以是过去式 也可以是 过去分词 所以有时候就很难分了 好 我有点想把现在讲这一段剪掉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赶走了一大部分的观众了 你可能会觉得 我到这里 你跟我讲这些p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还是没有学到ingpp到底怎么用 你一定要把节奏讲那么慢 好了 我还是先留着 那有兴趣的 你或许可以在 我现在下面可以加注补充一下下 或者有同学可以帮我补充 你如果很想看直接的ing跟pp 使用上的不同的话 你就跳到几分钟去吧 这样子 这段我目前现在是先留着就好了 但我必须要跟同学强调 我现在整理出来这两块 ving不可能是动词 要不就是动名词或现在分词 或者pp pass participle 它绝不可能是动词 一样 它一定是代名词 或者是过去分词 这个是我认为文法中基础的基础 而且这是我整理出来给你看的 OK 如果有些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写法有些不对的地方 go fuck yourself OK I'm serious go fuck yourself 我这个讲法可以理解全部的英文 而且是可以很轻易的理解全部的英文 这是我认为英文基础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OK 好动词的变化 ing跟pp 不可能是动词 要不就是名词 要不就是现在分词过去就分词 要不就是名词 要不就是分词 而分词是我们现在讲的 其实就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其实是要讲分词 ing跟pp 就是两个分词的使用 好来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起点其实从这里来说 你说起个小啊 你刚刚讲的半天是鬼 好我们回来这个 我想讲的真的起点 我们要理解到底 像例如说 我下面讲这两个 boar啦 interest啦 或者多讲一个 你比较少看到haunt这个字 这三个字你都可以 你都知道它可以变成boring bored 我们先讲第一个bore就好了 bore 那你说 哦当你boring跟bore怎么使用啊 可能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对不对 right 怎么理解它 好 我们要理解它的起点 好所以我说起点 真的没错了 我们刚刚那个算是前导导言好了 我们的起点真的是 我们应该要理解这个动词 而不是直接去理解boring跟bore的 尝试理解boring跟bore的是很困难的 可是你先理解bore这个动词怎么用 因为毕竟这两个字都是bore变出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先理解这个它是哪里变出来的 才是我们该采取的方向 OK 该采取的方向 所以到底什么是bore bore这个 你知道它就无聊 对不对 无聊这个动词 怎么用啊 到底 好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英文老师曾经跟你说过 boring这个字 不会用在人身上 你要是看到 人身上用了boring这个字 那就考试你绝对不会是正确答案 这是国中英文的教法 我不是说这些老师教的不好 但是 这是狭隘的英文 而这个狭隘的英文 等到大家进了高中之后 就会松绑 我会告诉你 boring当然可以用在人身上 为什么不行 可是我相信 现在在看的观众 一定有一些可以跟我说 呀 没错 bore你说的对 以前我真的有老师跟我说过 boring不能用在人身上 那我不怪那个老师 again 我只怪国中的英文 绑得太紧了 收太紧了 好 回来我们继续讲这个东西 所以怎么样从bore的角度 就是从动词角度来理解 bore这个动词 好 我们来举例子 你在看电视 然后你发现 看来看去 转了100台 你知道以前cable电视 从第二台可以转到100多台 没有一台让你停下来 你就无聊 无聊 一直转 然后你说 电视机会让我好无聊 怎么说 电视机会让我好无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查字典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困惑 我以前有 就很多英文 就是用中文解释英文的时候 他们会说 屎什么怎样 有没有 OK 屎什么怎样 这个屎是三小啊 为什么我们要用屎什么什么 来解释一个英文单词呢 我们不能说bore这个字无聊 就是无聊吗 为什么要用屎什么呢 那后来我理解的英文之后 我才发现 这个说法是最好的说法 没有更好的说法了 bore这个字就可以这样子用 来我们看看怎么用的 刚说的 电视节目让你很无聊 比较低阶的人会说 用make这个字啊 TV show make me boring 或者bored 那你现在还是不懂 什么是boring跟bored 对不对 make me boring 还是make me bored 我相信真的很多 在看的观众会觉得 The TV show makes me boring 他会觉得这好像很对 No 这是不对的 来 好好理解一下 到底动词怎么用 有TV shows 对不对 所以tv shows 我们加个的好了 就是你现在看的 这些电视节目 The TV shows bore me 还是I bore the TV shows 注意看哦 我今天只是用一个 主词动词加授词这个句子 来试着理解 bore这个动词 所以简单的说 也就是主词 bore授词 如果是第三者三加个S 这个句子 到底怎么理解它 主词bore授词是什么意思 所以bore叫做始无聊 对不对 所以这里你只好理解为 主词使授词无聊了 使无聊嘛 对吧 所以到底是TV show使我无聊 还是我使TV show无聊 当然是TV show使我无聊 听懂吗 所有的TV show是bore me 所以我就变成怎样 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思考的地方 TV show是bore me TV show让我无聊 好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就是 OK 我先把它拿下来 这我先留着 对不起 我们再把它拿下来再一次 我们下一个很需要理解的就是 这两句 好首先刚刚说 刚刚第二句是错的吗 I bore the TV show是错的 是The TV show is bore me 才是对的 这个逻辑才对 TV show做了一个动作叫无聊 我是承受的对象 So the TV show is bore me 我们下一步要理解的是 这一句话到底是主动还被动的 我要强调 我要问的是 这一句话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 boring是主动的形容词 而加ed这个pp则是被动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被动的过去分词 而boring是主动的现在分词吗 刚刚已经establish这一点了 对不对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那我下一个问的问题 这一句话是主动还被动的 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 我们先换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它 如果今天我一个门卡住了 打不开 我最后发飙直接把它打破 所以是I break the door 理解吧 I break the door 现在是来说的话 我把门打破了 如果改成过去式来说的话 也就是I broke the door 那我就问这两句主动还被动 我打破门 希望可以理解是主动的 I broke the door same thing 这是过去式 I broke the door 所以这是主动 OK 很遗憾这不是上课 我不能问同学这op不ok 我有时候自己问 我只能架设这是ok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个门被我打破 当然可以吧 对不对 这个门被我打破了 而我们要把它换成被动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句子给颠倒过来 我打破门变成门被我打破 主客会颠倒 所以主词会变成门 The door 而被打破的那个被动的结构 一定是B1动词加PP 我其实不能再讲一定是B1动词 也可以是别的 像例如说got shot 被射杀 got过去式 那不是B1动词 好这个先不撤 所以The door is broken 那那个by me 你写不写都不是重点 如果是过去式 这样听懂 所以这叫做过去式 所以过去式就是B1动词 加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过去分词被拿出来使用了 有听懂吗 OK 过去分词被拿出来使用了 B1动词加过去分词 我们这个叫做被动式 而这个句子本身是被动的 下一个问题会考导很多人 什么问题 你判读一下 这个句子是主动还被动 我想表达的是 我看到一个忧郁症的男人 I see a depressed man 我看到一个忧郁的男人 Depressed man 你可能看到 这里有个depressed对不对 那不就是刚刚所谓的PP吗 因为他至少也加了ED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过去分词的 这是过去分词 所以这是被动式 Nope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说穿了 就还是主词 看是动词 受词就是这个人 而这个人是郁闷的 忧郁的 所以忧郁只是一个形容词丢在他身上 他身上窄了一个 装了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是没有错的 可是这一整句话仍然是主动的 因为是主词动词加受词 他不是主词B1动词加PP 然后再加别的东西 他不是门被打破缸的一个概念 这里还是我看到东西 所以这句话还是主动的 只是有着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目前都听得懂 所以我们把主被动理解了以后 我们就再回来刚刚这个电视节目 让我无聊好了 The TV shows bore me 这是主动的句子 希望可以理解 电视 bore了我 或者就让我无聊 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它改成被动的 当然可以 所以就变成了 I am bored by the TV shows 突然间变成出题 但没有关系 I am bored by the TV shows 我被电视节目搞到无聊了 所以无聊这个动词说穿了 我再强调一次 The TV shows bore me 也就是TV show 让我这个人 打喝欠 这就是board这个动词的意思 使售词打喝欠无聊 所以I am bored写成了被动 我被电视搞到 我是承受的被的对象 所以这个board ok了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buy the TV show给拿掉的话 只写成I am bored 是不是也就是我说我好无聊 而这个我好无聊的意思是 我现在的状态是被搞到厌世无聊 但你就想一想 我们下一步继续说下去 你就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时空跟情节 你跟一个男生出去约会 这个男生只会聊他 每天在家里做钢弹模型 我没有说做钢弹模型不好 只是这个话题女生就会觉得 好无聊 对不对 你能跟我聊聊韩剧吗 你能跟我聊聊彩妆吗 或许女生也不想跟男生聊彩妆 但总之你懂我的意思 有的女生可能觉得男生很无聊 所以你看我们来换一下 我们把TV show换成什么 换成this guy ok so this guy 这个家伙 bores me 可以接受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吧 这个家伙让我无聊 让我打喝钱 so I am bored by this guy 如果是bored of的话 bored of this guy 会被翻译成是 我对他已经腻了 I am bored by this guy 就是我被他搞到无聊 所以这两句话 你看是不是看起来都一样 I am bored by the TV shows I am bored by this guy 我被他们搞无聊了 总之 I am bored 就是我现在 无聊 听懂我意思 好 我们下一个 讲了半天一直没有讲ing的 ing的部分 对不起 我想要突然间再插回来一下 容许我一下 对不起 你看我们这边讲I am bored 都是接在b洞子后面 我们能不能干脆把这个board 放到名词前面去 可以 你看我刚刚说 我看到一个 depressed的一个人 我能不能说 I see a bored man 当然可以 我就是把刚刚的depressed 换成bored而已 这就是我看到一个人 他的状态是 这句话主动被动的 主动的 I see a man the man is bored the man is yawning ok 所以我只是把depressed 还是换成这一个bored 这个形容词 所以你现在可以理解 这是形容词 人吗 我甚至可以把它换成 任何形容词 I see a happy man I see a sad man I see a tall man I see an old man I see a bored man 目前ok 好 这个插题插到这里 我们回来继续讲下去 主动的还没说ing 对不对 没问题 好 我们把这一个 the tv shows bored me 再copy一次 好 再让它出现一次 电视节目让我无聊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就是 我认为 我们的英文教育 错的地方错在哪里 我们把主持动词的句子 跟他穿了一件衣服的那个句子 讲得好像是不一样的事情一样 事实上的确不一样 我在说的是 如果我把这句变成进行式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能不能说 the tv shows are boring me ok的 ok the tv shows are boring me 这两句对我来说 事实上是一样的句子 只是下面那句 穿了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 叫做现在进行式 叫做进行式 那现在是是因为 art的关系 也可以是过去 the tv shows were boring me ok 好 所以这个叫做进行式 表示它正在发生中 而这一句呢 则是讲的是 陈述的一般的一个事实 好 我们在英文大概会 把它分别成这个 这种两个的不同 可是对我来说 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它们本质上都是主动的 ok 你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吧 电视节目让我无聊 跟电视节目正在让我无聊 只是多了一个正在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主动的感觉 听懂意思 听懂 好 所以 我把这句再抄一次 把蜜拿掉 你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the tv shows are boring 电视节目很无聊 令人无聊 令人打合浅 ok 那我们把刚刚那个男生的例子 再说一次 the guy bores me this guy bores me 我能不能说 this guy is boring me 很ok 他正在让我打合浅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说 因为课本里面 会再多教你一个 我们要加个to 好像才会是正确句子 其实不是的 刚刚这句完全没问题 可是我能不能加一个to 可以 我们大概把它翻译成 这个叫对我而言是无聊的 他会让我打合浅 this guy is boring to me 有听懂吧 这个我觉得不太需要 额外的解释 可是我能不能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被拿掉 变成了this guy is boring 很ok啊 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 boring能不能用在人身上 当然可以 这表达 这个人令人打合浅啊 而我能不能说 I am boring 更进一步 可以啊 我如果跟你说 我的周末就是 待在家里面打电动 I am a boring guy because I make people bored I bore people 都听懂我在说什么 I am boring 那有没有I am bored 当然有 这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个叫做我被搞到 现在都流眼泪了 而I am boring 是我让人家无聊 所以这就是主被动的分别了 所以你看 再往下看 刚刚我说的 I see a bored man 我看到一个人 在那打喝歉 他好像很无聊 我能不能改成 I see a boring man 当然可以 我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 一副就是令人 没有兴趣的样子 This guy must be boring So I see a boring man That's it 所以你觉得这很难吗 希望没有 我接下来想用讲的就好 我不想用再一直打字了 OK 我希望你听懂了之后 能够立马举一反三 我回到刚刚另外一个字 就是interest 有兴趣的意思 interest怎么用 很简单 你只要把interest 也用主词 interest受词 来做理解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成品看到一本书 你觉得好像蛮有趣 请问主词是谁 受词是谁 主词是谁 主词interest受词 主词是谁 当然是the book the book interests me 也就是这本书会引起我的兴趣 我是他的受词 所以能不能写成进行是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to me 很OK 但我们所习惯的可能是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to me 对我而言这本书很有趣 所以interesting ing 是主动的 把它翻过来写成被动的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ook 我对这本书有兴趣 我是被他吸引过去了 能不能用在人身上 可以啊 今天有个人假设叫Sarah 我对他很有兴趣 是I interest Sarah 还是Sarah interests me 不要答错哦 我刚刚说的是 the book interests me 对不对 书引起我兴趣 Same thing Sarah interests me So Sarah is interesting to me I am interested in Sarah 都OK哦 跟得上哦 太好了 最后Hunt这个字 我既然列了把它讲完 一下下就好 Hunt这个字就是 有时候我们讲说闹鬼鬼屋好了 So this is a鬼屋 要怎么说 不是ghost house This is a haunted house 被动的形容词 A haunted house H-A-U-N-T加ED H-A-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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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房子去Hunt鬼啊 当然是鬼Hunt房子嘛 对不对 So ghosts haunt the house So this house is haunted by ghosts So this house is a haunted house 以上就是主被动的分别了 如果我有讲不清楚的话 下面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H-A-U-N-T